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马上带你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基本工资审议 劳动部长许明春指出 经济成长劳资共享 新北市组团攻心南向 印尼洽谈双期超过1.8亿 iPhone新两款偶类版 传红台已经试产 9月量产 盐花携手涌进 合资涌延制造 主攻金属加工业 关心台股 新兴市场引领全球股市暴跌 中国和土耳其经济情势 令人引以为忧 投资人寻找避风港 美股全面收黑 欧洲股市暴跌 台股今天早盘再错超过百点 但盘中受股王大力光 完成填席带动 指数一度爬升翻红 重登10700点之上 随后又走势震荡又翻黑 分析指出 台股相对其他亚洲股市 未在明显偏高 因此短线恐怕会随着 国际股市震荡 但持续重挫的几率偏低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总统川普 星期一签署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强化美国外来投资委员会 监管权限 被视为针对中国制造2025 此外新的国防授权法生效 美国禁止政府机构 及官方合作单位 采用中兴华为等路器技术与产品 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已向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发出传票 调查执行长马斯克 计划将公司私有化 及声称资金已到位是否属实 消息曝光后 特斯拉股价一度下跌4% 中国国企城投债 爆出违约条例 对山羽欲来的中国本土型金融风暴 发出警讯 从P2B网贷平台倒闭潮 已超过美国当前水准的 中国家庭负债 占可支配收入比率 到全球居贯的中国公司债和地方债 中国国企城投债的债务违约 可能只是被引爆的第一个地位而已 台积三奈米建厂投资案麦大部 环保署15日出审通过 相关计划还差案 主要是科技部 因应台积三奈米厂投资计划 提出环境差异分析报告 台积预计投资超过6000亿元以上 新建三奈米厂 2020年动工 最快2022年底量产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再来关心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今天上午10点召开 媒体报道 官方复外月薪部分 预计从22800元基本盘起跳 资方代表委员在会前表示 支持基本工资可向上调2% 至于有劳团喊出基本工资涨到28K 何宇表示将有六成的中小企业会倒掉 一年一度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今天上午召开 劳资政学四方 共21位代表出席 媒体报道 官方复外月薪部分 预计从22800元基本盘起跳 供顶调奖5%至23100元 商业总会的意见是希望全部得良 全部得良 民事实商业总会的意见 台湾的去业盈余过例 是从32逐年提高到35 但是劳工在他的薪酬报酬里面 是逐年的下降 从原先占的49 现在降到45 决决定心 月薪2882 月薪2882 老人喊出月薪调涨至 两万八千八百六十二元 时薪164元 而先前资方指出 如果月薪有两万两千元 调涨两万两千八百元 就会增加两百亿元成本 主张基本工资调涨 不要超过百分之五天花板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在六月的礼监事会透露 以国际指标观察 基本工资有调升空间 行政院先前也表态支持调涨 希望基本工资的时薪从一百四十元调高至一百五十元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时薪月薪双涨应该不会意外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劳资工房站 预计今晚六点结果将出炉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宗翰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纽西兰通过法案 打击投资客炒作方式 金融时报 暴力站并未引发黄金避险需求 金价跌制二十个月新低 华尔街日报 美国七月零售销售上扬百分之零点五 涨幅优于预期 日本经济新闻 上市企业四到六月记录 连续两年创收益新高 观众朋友知道吗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洗洁精 参有化水物品 如果没有清洗干净 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不过油腻腻的碗盘 如果没有清洁剂 要怎么清洗干净呢 或许通过改变水分子的结构 就能轻松把碗盘洗干净 带你来了解 油腻腻的瓷盘只靠手和水清洗 瞬间除去油腻感 环改白色瓷盘干净盘面 不用洗洁精的秘密 就在水龙头里 在水在正常的水压下 通过高能离子水器七千三到七千四高丝的磁场 使水分子的结构改变为少量的氢氧跟离子 和水和氢离子及大量的藕籍子 氢氧跟离子能清洁除臭 水和氢离子有润泽漂白等功能 藕籍子则有灭菌等功能 所以高能离子水聚小分子团水 免用电免患滤芯等功能 也因此减少使用清洁剂 让环保节能从家庭做起 今天因为整个全球的趋势 也都是大家第一个环保的问题 节能问题都很重要 那我们也都知道 那个世界上这个水污染 最严重的水污染就是家庭废水 那这样可以减少家庭废水的污染 对我们以后后代的人子孙们 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决进引进 高能离子水器是由韩国爱迪生 支撑的许胜列博士发明 这项专利技术 获得美国环境分子科学实验室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及台湾SGS认证 搭上台湾人便利用好水的需求 及节能环保趋势 朱茂志在三年前独家代理 希望提供消费者对水需求的 另一个新选择 新唐人亚太电视 真好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 但您看到明天八月十七日 星期五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主计总处发布经济预测 欧元区七月CPI数据公布 中二第十四轮战略安全磋商 美国密大八月消费者 现金指数公布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